中国旧石坟与木所执者不同 古人将矿学用于收纳官国者 为之木而土之高者约坟 古也木而不坟 文武之兆与帝齐 后来到了春秋后期 才在墓上堆以高种风土 相传此传统来自于孔子 是孔子为了标记父母的藏地 方便祭奠撒扫所采用的方法 自此以后 木而必坟 坟墓二瓷逐渐连用 泛指人百年之后的万年吉地 这种传统的土堆坟 历经两千多年 至今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 广泛流行的墓葬形式 人们形象地称其为土馒头 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须一个土馒头 用以感叹人生在世 富贵荣华不过过眼烟云 死亡才是最终归宿 但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 却有着不同于土馒头的 另一种墓室 此种坟墓通常依山傍坡而建 地表建筑唯一封闭果室 周围由Omega形墓墙半包围 墓围由后向前做缓坡式降低 形如半月 前辅后仰 官知如意太师矣 在浙南民间称为椅子坟 胶椅坟 高椅坟 胶椅靠 不少椅子坟中间的果室 还做成龟壳形状 龟壳和墓墙融为一体 称为龟壳墓 闽南民间称为滚龟前 华侨领袖陈家庚的墓 位于厦门吉美 就是一座龟壳墓 椅子坟和龟壳墓 遍及东南各省 在浙江 福建 台湾 广东 江西 安徽乃至日本冲绳 都有广泛分布 冲绳县著名古迹 琉球王室一江玉典墓 就是一座巨大的椅子坟 浙江越青民俗将椅子坟 修在松软土坡上 时间一长 坟就会沉入地下 后来人不知此处买有故人 又在旧地上修建新坟 明艳称陈老坟 藏新坟 解放后大搞基建 迁移不少郊区坟墓 发现不少椅子坟叠坟 都叠了三四层 地标建筑完全沉降 大致需要两百年 最底下的椅子坟 年岁可想而知 椅子坟有十颗载的历史 能上述至北宋 浙江龙泉县纸中记载 北宋西宁年间 左仆叶和纸中 为其父造墓 就修成太师乙状 后来和氏家族累世为官 湘明遂以为 椅子坟能发达子孙 遂纷纷仿制 福建张州萧壮远墓 建于南宋初期 也是一个大型的椅子坟 理学家朱熙墓 墓州有卵石砌成的 峰字形墓围 也是椅子坟的样式 大宋提行官宋慈的墓 在建国初期发现时 也有残留的墓围痕迹 到了明代 椅子坟在东南地区 已经很普遍 敏着干月明代大型墓葬 不少都是椅子坟形制 如鱼大油墓 张经墓等等 士大夫的椅子坟 高大宏伟 用红土 砂石 石灰 糯米调合成的三合土 将墓圈 果实胶筑一体 兼固牢靠 墓圈不止一圈 两圈三圈 层层叠叠 果实前嵌有墓碑 上课有墓主官阶 或显考显笔字样 墓碑左右树有时 名曰墓尔 墓尔皆于墓首 墓首即为墓墙前身部分 中间环抱区域称墓亭 果实称为墓山 墓山的戒堤称为杀手 作为龙沙 又为虎沙 对应青龙白虎 墓上有的雕有麒麟 蝙蝠 狮子等祥瑞图画 墓前有平台称为墓城 还有碑亭 石像等附属建筑 龟壳墓也在明代为盛行起来 明洪至年间 林氏重修仙墓记说的是 福建莆田望族林氏 在福平山修重修家族墓地 九归平至 广一十六丈而起 畏为壮观 把坟修成椅子形状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其一 椅子坟蕴含着古人 誓死如是生的思想 有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太师椅或者椒椅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 有着官位富贵的象征 所谓做头把椒椅 就是大当家 是一把手 浙江民间说法 修椒椅靠 就是让祖宗在太师椅上 坐得舒舒服服 好受后世祭拜 或者表示祖宗在阴界做官 可保佑阴婢子孙 干南客家地区 还有说法 即椅子坟 是客家围龙屋的阴间版本 墓围即为土墙 中间墓山即为围龙屋的后龙山 墓碑对应围龙屋的上厅 墓碑左右两侧的墓门 对应东西厢房 墓庭对应天井 墓城则是屋前的晒骨茶 客家人煞费心思的 为先人设计出了这样的阴间大厦 体现着中国人尊崇祖宗的传统观念 至于墓山修成龟壳形状 象征自不必说 龟壳有坚固之意 龟更是长寿 永恒 灵异 吉祥的符号 寄托着古人对阴阳两界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二 椅子坟是受风水学说影响的产物 古人游种坟墓风水 认为先人阴宅位置环境 可以影响后人运势 好的风水能够让子孙趋吉避凶 樊娼富贵 不少地方修坟住墓 就被直接称为造风水 养风水 风水学上寻找墓地 先要看周围山式地形有没有来龙 若有来龙便可以顺龙脉找到龙穴 龙穴特点是备有高靠 前有唐岸 椅子坟形制正是按照龙穴的样式所见 墓圈的左右杀手围绕中间的墓山 视为双龙细珠之状 暗示此地藏有真龙 台湾一些地区椅子坟 在墓圈后面还供奉有龙神牌位 干脆直接表明此墓穴所在极为龙穴 风水学的核心要义 除了龙穴还有聚气 近代郭仆藏经云 藏者 成生气也太失以形状的坟 可以藏风聚气 椅子坟 前方后圆 后圆如同天圆 前方如同地方 天圆地方如同一小宇宙 可以和大宇宙发生感应 接收宇宙间生生不息的气场 是以椅子坟可以达至天时 地利 人和仪器的境界 进而服用后人 中国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学说 是风水学重要的指导思想 这在椅子坟上也有所体现 闽南越东地区将椅子坟称为金水墓 墓圈是圆的 圆在五行中代表金 墓碑墓首墓尔河豹 城外八字伸张 高低错落有致 宛如水上波纹 视为水 金可以震慑煞气 水可以凝聚生气 而金生水 水泄金 既平衡中庸又生生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 风水学虽然先秦时就已形成 但繁荣昌盛是在宋代 而宋代风水兴盛之地 又在东南地区 风水学两大派系 行士派和礼器派 就是在宋代的江西福建两地形成的 这也正好说明了乙字坟 盛行于东南的原因 风水堪于实质为古代的规划学测绘学 它将古人建筑玄址和环境营造的经验 附回到阴阳五行学说上 虽然其中有浓厚的迷信成分 但不可否认其中融合的古人智慧 具体就乙字坟来说 墓址多位于山地之上 南方山区多雨水 容易爆发山洪 墓周的墓围可以防止山洪毁坟墓 泰师以后高前低的形状 还有利于倒水排水 不少椅子坟上 岩木为边沿还有沟草 浙江晋云一带称之为王道运 虽然有其风水学内涵 但其排水护坟的物理作用很明显 椅子坟前端的墓首 浙南地区称为党山石 顾名思义 就是防止墓山上土堆 被雨水冲刷滑落而用 椅子坟分布的北界在浙江中南部 再往北的杭家湖地区就很少有椅子坟了 因为这一地区多是广阔的平原 坟墓多葬在田边平地上 脱离了山地环境 自然就不必采用椅子坟样式了 由此可见 风水体现着古人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阴地质疑 随机应变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를 大 货 货 把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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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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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